2017年,从美国毕业,然后决定回到马来西亚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沙巴,然后居住在一个城市叫做Kota Kinabalu 当时候回来的时候,就有去找工作,工作关于我之前读的科目 也就是室内设计,断断续续有在更新工作 然后在更新工作的同时,有遇到你没有工资,然后要用自己储蓄的钱继续生活 当时候我就自己已经有创立了两个品牌 一个是Egent Memento,它是一个stationary的品牌 另外一个是Moodle Woods,它是一个服装品牌 那当时候为了要继续经营这两个品牌,自己也脱下了很多支线 小时候出去的钱,来去维持这个品牌的这个growth 嗯,辛苦吗?我觉得是辛苦的 因为在找工作的同时,心里的负担其实很大 因为会遇到没有贡献,然后又需要继续生活 然后又要经营两个品牌 一直到今年的年中,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是不能够再继续下去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帮助我的家庭在这个农业的事业 去做一个改变,或者是帮助他们来去把这个事业弄得更好 当时的我就是决定帮忙养蜂蜜 也决定帮忙养粥鸡 当然养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在行的东西 很多东西我都是开始慢慢的去学习 从这整个生活的大转变,就是从我以前 去很常看YouTube的video都是 about fashion 什么 about trending的全部东西 转变成就是我开始在看如何人家怎么样养肌 如何人家怎么样养蜂蜜 如何人家怎么样去解决他们在做这些事情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虽然是说有不一样这样子 但我还是觉得很...很... 哎呀,有个文字 养 就是有不同 可是我觉得... 这些这样子去学习是... 是享受生活的另外一种方法 所以我还...我还蛮享受我现在的生活 虽然是中间是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 它...它让我回归大自然 它让我去更接近大自然 然后让我的整个心态平静下来很多 所以...我还蛮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份工 所以想要再借此机会让你们去看下我从... 危机啊,养蜜啊 还有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啊 这样子...给你们看 所以...希望你们会喜欢啦 哈哈哈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哎呀还是会过来的 我的设计 全部几个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两个礼拜 upcoming 的 project 就是要把一些机物做好 因为我们即将要进一千多只小鸡 让我给你们看我们现在的进展做到怎样了 Let's go 现在坐住这个 新机了 也是三角形的 等下十点钟 我的机具会到 我们把那个泥土 用平了 现在就是要按 然后就可以做门 给小鸡处 还有给人处的 这个是 这个是我准备给另外一个新的医疗 的那个锁匙 超难看 然后每个鸡疗都会有这个 record 然后看他们吃多少啊 有没有死亡啊 然后为什么会死 然后总数啊 还有一大堆其他 比较我们需要的一些 information 现在我跟我的爹地去另外一个地方 看台湾图鸡 看他们养到怎样 看看他们的品种给你们看 见识见识一下 这地方超美 还有一个小瀑布 太美了吧 全部在回应我 你看全部头在看着我了 我们要买的是这个黑色的这种 黑色的 我现在要去拿我们的新机 新的小机 然后一下子就要到了了 我的车后面有放了机咯 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有准备到盒子 然后还有很多 很多东西需要去 准备before进小机啊 例如很像 保温灯啊 他的住的地方啊 确保不会太冷啊 然后他能吃的咯 要准备小吃掉 然后他都送去的地方 要走 走...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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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赶快去拿Vaccine 然后我要给他们做育鸟 看 Trina小鸡声音 我这里要加小鸟声音 我的小鸡 OK 我的小鸡到了 他们都是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是因为他们那种鸡毛啊 而是带口哨给它跑 我订的是光景鸡 就是他们的颈部是牛毛的 然后比较偏长的 等一下给你们看 今天把他们带来了 然后就准备了水 放了Vitamin 然后这个保温灯 然后他们吃东西的小鸡料 你看他们超可爱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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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happened 醒来喽 pr 哈哈 还顺着颜续 你看 哈哈 哈哈 会呗 董 verse 就 另外一指的是 睡到草子一手 醒來囉 醒來囉 好奇小寶寶 好奇小寶寶 很可愛啊 後面那個井 我可愛的小寶寶 幫我打廣告 我的雞蛋好不好 這個超級大力的雞蛋 你就是從這個出來的囉 這裡有新鮮走地雞蛋 也是誰想要買 可以找我 我可以來找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